然后测量出第一段楼梯最后一级台阶与第二段楼梯第一级台阶边缘的距离尺寸 同样的方法测量出第二段楼梯所有台阶的高度和深度尺寸 第二段楼梯第一级台阶高度,第一级台阶深度,第二级台阶高度,第二级台阶深度 依此类推测量出所有台阶的高度和深度尺寸 然后测量出第二段楼梯的斜长尺寸 最后测量出第二段楼梯最后一级台阶边缘与第三段楼梯第一级台阶边缘的距离尺寸 我就好很 control多的一 αν 한번看 陈家 问我 Vielleicht 我是